每每提起饭圈 网友的吐槽总是主流 官方媒体也是多次下场开批 新华试点在6号警告饭圈集资行为 言辞犀利 引人共鸣 戳到了大众痛点 引来网友盛赞 半个月内集资十余场 总额从数百万到数千万 饭圈变成了有目的 有组织 把粉丝当成提款机的利益收割链条 发声切不可让偶像崇拜成为非法集资的挡箭牌 让未成年人成为被敛财的工具 官媒的发文有高度 也有深意 但同样引发了一些题外热议 在评论区开通评论精选后 热评居然是跨火盆这样带有诅咒的野花 除此之外 精选评论多处折射了肖战 肖战有一种无辜躺腔的味道 现已删除 折射出肖战和诅咒为强烈的热评 身为官方媒体 加上精选的操作 评论区唯一被代号入座的明星只有肖战 这无疑是给了外界解读空间 一向爱批评肖战的汪涵林直接留言 说的是谁 心里有ABC数码 韵味明显 王海琳的下场 很多人脑海里第一个跳出来的估计就是肖战 事实也是如此 在他的博文下面 可以说评论是毫不掩饰的都将矛头指向了肖战 实话实说 整顿饭圈大快人心 肖战自然也属于这一类 但肖战一人被折射 多少还是有点争议 经历了二二期后 肖战其实已经很低调了 不敢说他没有饭圈陋习 怕也不是最具代表性的那一个吧 肖战明显是躺枪 但在此次话题下 招而八经中招的当属王一博 可谓人在家中坐 或从天上来 网友将官媒与他捆绑起来进行吐槽 关于饭圈的讨论 最终像是成了惊讶蓝V举动的讨论 一时网友扒出 新华试点曾多次助推王一博的代言 甚至还付链接 官媒为明星打扣是有发声 助推代言的也是有发声 但频繁助推的就很少见了 值得一提的是 助推的代言信息还存在割韭菜的风险 从官媒助推的文案看 8包40克的某薯片售价是199元 文案还带着饭圈韵味 送周边明星片 很快就有网友晒出43元就能买到 50克包装的同款品牌十包的截图 这与官方助推的商品价格相比 简直是便宜了五倍 唯一就是包装不同 网友晒照似乎就是要力证割韭菜存在 引来吐槽这是在变相助推客金的声音不少 事与不适也只是质疑 但从相比结果来看 的确十分尴尬 诚然最终消费数量才是检验 是不是物有所值的最佳标准 点开总重量320克的 199的官媒助推礼盒链接 显示月销23单 但点开同品牌不同包装的礼盒装链接 显示重量1440克的只要63元 月销是1000加单 这一对比结果也说明了一个问题 不论是谁代言是谁助推 实惠实用才是王道 就算想要课金 终究还是不会有太多人参与 肖战躺枪王一博中招 确实偏离了官媒此次发生的初心 不过还是要送一句话 打铁还需自身硬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数个昌能力 敬请关注哦